河北清水县挖住五大郎墓 当打开墓门的那一刻 专家直呼原来这才是历史真相 施奈安的后人得知后 连忙向五家后代磕头道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墓中到底有什么 历史上的五大郎是什么样的 1996年河北清河县 有一则消息飘进了专家耳中 在当地有着一座五植墓 也就是水浒传中五大郎的墓葬 据村民所说 这座墓葬一直由五十后人看守 历历代代坚守在这里 专家根据路上的走访 很快找到了五十后人 并且跟随着来到了五只墓前 五十后人所说 这座墓葬原本是一口玄关 在1967年时经历文化大革命 不幸遭到了破坏 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修复完善后的样子 并且还说自己的老祖宗 是被施奈安丑化的 历史上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 包括他的妻子潘金莲 对五大郎也是忠心耿耿 完全没有水浒传中的出轨情节 但是专家有所疑问 只凭借一张嘴就能断言 这就是历史上的五大郎吗 五家人早有准备 除了这座坟墓 家中还放着完整的祖谱 这个东西万万不能造假 因为造假是对先祖和全家的大不敬 专家们了解之后 暂且相信了五家人的说辞 但是问题来了 就算历史上有这号人 那真的就如五家人所说 五大郎不是一个矮穷琐 而是一个高富帅吗 毕竟已经识过境迁 谁会知道古代的五大郎长什么样 这是五家人又开口了 早在重修这座坟墓时 曾经挖出过一截小腿骨 根据这截腿骨的推算 五大郎整体身高 竟达到了惊人的1.8米 这妥妥的就是一个猛男 根本不是施乃安写的三寸钉 对于这一说法 曾经见证过的专家出面当了人证 而且吴家人有着一幅家谱画 只要是重大节日 吴家人都会把画请出来 挂在堂屋正中央顶礼膜拜 吴大郎和潘金莲正处在第一位 正当专家摸着脑袋思考时 吴家人说出了这么一段故事 河北清水县挖住吴大郎墓 当打开墓门的那一刻 专家直呼原来这才是历史真相 施耐安的后人得知后 连忙向吴家后代磕头道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墓中到底有什么 历史上的吴大郎是什么样的 专家拜访过50后人之后 正要考虑查阅史料时 吴家人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吴大郎原本是山西人 为了躲避明朝时期的战乱 不得已迁到了河北省清河县的孔宋庄 当初吴大郎孤身一人来到外地 为了生活下去 就在当地的潘家庄上当起了长工 谁知这竟然引起一段好姻缘 由于吴大郎生的一副好面容 干起活来也是认真踏实 不仅如此情商也是格外的高 由此得到了潘家老板的赏识 有意让自家千金潘金莲和吴大郎接触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得进京赶考 如果能够夺得学位 那就将自家千金许配给他 吴大郎也不负众望 白天干活晚上抽空研读 最终取得了近视学位 潘家老板也没有食言 不仅将女儿许配给他 并且托关系给他找了个好差事 让他去往阳谷县当了个县令 至此故事就讲完了 专家们还是一脸狐疑 这也不能你们说啥就是吧 吴大郎算是敲定身份了 这潘金莲是个什么情况 也没有实质证据 听到专家的一番话 吴家人明显有点生气 走到一边拿起电话叫来了几个人 经过简单询问得知 这几位竟然是潘氏后代 在他们家中 同样保存了一本家谱 由于在古代男尊女碑的影响下 潘金莲并没有出现在祖谱上 但是两家记录的故事却呈现出一种剪不断的关系 最后潘家又请来几个人 讲述着当时的市场经济 日常生活等等细节 到这里专家也就暂且相信两家人的话 那么施耐案书中的形象 为什么会差距如此之大 这一点怕是只能由他后人所解释了 河北清水县挖住五大郎墓 当打开墓门的那一刻 专家指呼 原来这才是历史真相 施耐案的后人得知后 连忙向五家后代磕头道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墓中到底有什么 历史上的五大郎是什么样的 经过两家人的相互对证 专家也相信了所说的历史真相 那么施耐案笔下的五大郎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难道两人之中有着哪种千古大仇吗 这一点专家决定去往其后人家中询问 还未出门就碰到了当地的政协副主席 据他所说 两人的恩怨有一场结败开始 在五大郎小的时候家境贫寒 当时有一个要好的玩伴 帮了五大郎很多忙 两人就此结盟 成为盟兄弟 五大郎在他的帮助下 慢慢的峰回路转 到最后去了阳谷县做了县令 而那个盟兄弟却是家道中落 百般无奈之下 只好去阳谷县找曾经的盟兄弟五大郎 五大郎得知也是好酒好菜招待 并且留在他府中住上几天 然而几天过后 除了头天见过一面 之后就再也没碰过面 这位盟兄弟气不打一处来 好你个五大 就这样把我晾在一边 转身便出了衙门 又回到了清河县 回去之后便散不出经历的事 并且丑化五大郎 说他在阳谷县打烧饼 只字未提他当上县令的事 随后赶回家门 但是在门口的愣住了 红砖黄瓦好不漂亮 这还是自己的家吗 妻子见状 赶紧出门 把他扶进了屋 听妻子讲 这座房子正是五大哥改建的 还留了好些银票 这盟兄弟一听当场昏厥过去 坏了 我对不起五大呀 原来在他找五大郎时 五大郎正在忙着兴修水利 好让百姓赶上春众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谣言散步的飞快 很快就传进施奈安的耳中 最后他就在水浒传中 丑化了五大郎 五大郎就这么阴差阳错的 被泼了一身脏水 回过神来 五家又多了几个生面孔 原来这是石奈安的后人 这次不远万里来清河县 就是专门替自己的老祖宗 向五家和潘家道个歉 并且特地带了一幅画 诗家文章诗家画 我说诗家文章 我们家的文章 只水浒传 石奈安写的水浒传 五只词礼 断公案 怎么断呢 石姓前写 就是说 石奈安欠下的账 又失害石奈安的后人 五家听完道歉之后 表示可以原谅 但是你石家必须拿走一样东西 那就是五松 原来在水浒传中改写的 不仅是五大 还有打虎英雄五松 这五松并不是五家先祖 石家后人也是点头 还要再次道歉 至此两家几十代的恩怨 就此结束 本期视频也接近尾声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